大叔 辣菜一辆啊 菜有一个房子的冷花鞋 他小人炸了一会儿无饼起来 长好了还爽了 好多远的路都来了 从死门都过来了 味道好 人都爱吃 金杯 银杯 老百姓口碑嘛 你看 每天都排队 我在碑门外去 看这儿碑门外的 还有四门的都过来了 碑门外 你知道多远 碑门 这么好吃 不好吃人家就不来了 有一个咬 懒羊子都咬 我咬 咬一碗汤 咬一碗汤 赶快几碗 凉碗 哪要吃了没有 凉碗 咬一碗汤 你这个胡辣汤里面有哪些东西啊 羊肉 羊油 面积 粉汤 这是我看 倒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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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料多点是吧 咱们这店做了多少年了 我们这个 百年老店 算是百年老店 就几十年了 配方有七八雕 但是店做的有七三四十年了 五一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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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有十多没问题 四百碗汤 辣椒半碗 我这儿没掉了 早上几点钟开门呢 六点到十点 三碗汤 这是熟糕是吧 来 往哪儿 辣椒醋 多辣 这是十块 但是一碗汤 熟糕是吧 两碗汤 三碗汤 八碗汤 千多不斤 辣椒醋 你才开始吃 一个菜 一个都没干 哪有醋要不要 不要 你先来我什么都没做 好 你要吃蛋糕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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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来 你看大头里他们都认识我 不要把人放在冰箱 躲一下 然后我跟人不一样 喇门都是由那小症的 咋子 它这个是咱自己咽咬了 给人也不咽 不动手 甜了 反正最起码一个 你那个三四个位吧 四个位吧 两碗 两碗 啥不要 咽就一碗不要 都不要 六碗汤 六碗汤 一碗隔壮汤吃 五碗奶油 好 一碗不要辣椒 一碗小菜 一碗辣椒再一碗 一个 多一碗 别急 别幼 一碗换 一碗 一碗 那多少吃 一碗辣椒 我不要辣椒 我那六碗啥都咋样 六碗啥都咋样 一碗啥都样 一碟点嘛 一碟点 不酥不酥不酥 有酥不酥 不要 这碗辣椒 刚刚那个是有辣椒的吃吗 对 这碗辣椒 到开封了 到开封了 必须要喝一碗这个胡辣汤 今天我们到的这家叫 林小记 胡辣汤 在当地是非常有名气的 这里面是放了粉丝 还有那个面筋 羊肉做出来的 他这个胡辣汤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明显能闻到那种羊肉的味道 因为他这个胡辣汤是羊肉汤做的 他这里面的羊肉啊 就是切成那种小碎丁了 放到里面 吃起来非常香 它里面是手洗的面筋 起起来非常有听到 他这个胡辣汤啊 跟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胡辣汤呢 还有点区别 他这里面粉丝放的比较多 五块钱一份 我觉得还挺实惠的 这叫鸡蛋奶 实际上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小油饼 然后里面灌了鸡蛋 和我们以前吃的那个油膜啊 感觉差不多 这个鸡蛋奶是三块钱一个 这个鸡蛋奶吃到嘴里面 完全就是那种外腰里嫩的感觉 外面的表皮被炸的脆脆的 然后里面灌了鸡蛋 吃起来非常的嫩 不错 现在已经是九点多钟了 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 早上来一碗这个胡辣汤啊 养味养生 非常不错 有没有 整个洋葱 正在外面排队 有也不错 这条 的 这种 这一条 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